全红缠 这位来自广东的小姑娘 自小便展现出了过人的跳水天赋 在巴厘奥运会上 她凭借着完美的表现 一举夺得了单人和双人十米跳台的金牌 成为了中国跳水队的新宠儿 她的每一次跳跃 都如同在水面上绽放的莲花 优雅而有力 让人不禁为之惊叹 然而 就在她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与队友和教练分享荣耀的时刻 一场风波却悄然袭来 事情的起因 还得从全红缠在奥运村的一次炫耀说起 在回程的公交车上 她忍不住向外国有人展示了自己的金牌 并调侃道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一 咱拿金牌就是为了炫耀 这本是一个天真无邪 充满自信的小姑娘应有的表现 却没想到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人解读为疯疯癫癫 不得体 其中 一位名叫朱小龙的资深体育记者 更是在直播间里大放厥词 用疯疯癫癫和白痴这样的词语来嘲讽全红缠 这番言论一出 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更令人震惊的事 朱小龙的这番言论并非个例 在她之后 还有一位律师张新年也跳出来为朱小龙辩护 并攻击全红缠 他们声称全红缠不喜欢学习 不懂英语 甚至质疑她的专业素养和人格完整性 这些无端的指责和攻击 无疑是对全红缠的巨大伤害 要知道 这位小姑娘可是刚刚为国争光 站在了世界之巅的英雄啊 然而 面对这些攻击和指责 全红缠却表现得一场冷静和坚强 她并没有选择为自己辩解或反击 而是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她的这种态度 让网友们更加心疼和敬佩 大家纷纷表示 全红缠真是各懂事的孩子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奥运精神 好在 央视并没有让这场风波持续太久 在了解到全红缠的遭遇后 央视立即站出来力挺她 他们发布了全红缠的采访画面 让观众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情感和意气的真实全红缠 在采访中 全红缠表示 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我只想做好自己 跳好每一次 她的这番话 不仅让网友们感动不已 也让那些攻击她的人无言以对 随着央视的介入和网友们的声援 这场风波逐渐平息下来 朱小龙所在的单位也对她进行了严肃处理 并则令她关闭了自己的社交账号 而那未攻击全红缠的律师张新年 也被平台关闭了评论权限 并自我禁言三天 这些处理结果 无疑是对那些恶意攻击她人者的有力震慑 在这场风波中 我们看到了全红缠的坚强和勇敢 也看到了网友们对正义的支持和捍卫 然而 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 为什么一个为国争光 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运动员 会遭到如此个异的攻击和指责 这背后 是否隐藏着某些人对体育精神的误解 和对运动员努力的忽视 体育精神 是一种追求卓越 勇于挑战 勇不放弃的精神 它不仅仅体现在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拼搏和奋斗中 更体现在他们对梦想的指着追求和对国家的忠诚热爱中 全红缠作为一位年轻的运动员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尊重的体育精神 他不畏强敌 敢于挑战自我 在关键时刻能够顶住压力 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这样的运动员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敬和学习 而那些攻击和指责全红缠的人 他们或许忘记了体育精神的本质和意义 他们只看到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风光和荣耀 却忽略了他们背后的付出和艰辛 他们或许认为运动员只是跳水机器或夺冠工具 却忘记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 有情感有梦想的普通人 因此 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位运动员的努力和付出 理解他们的艰辛和不易 我们应该用爱和支持来守护他们 让他们能够在更健康的环境中追逐梦想 为国争光 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对网络言论的监管和引导 让那些恶意攻击他人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共同营造一个和谐 健康 向上的网络环境 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而不必担心受到无端的攻击和指责 最后 让我们再次为全红缠点赞 这位坚强勇敢的小姑娘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奥运精神 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骄傲 希望她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 越飞越高 同时也希望那些攻击她的人能够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 学会尊重他人 理解他人 善待他人 对此事你怎么看呢 期待您能在评论区留下宝贵的意见和看法 与我们一起探讨和交流 被骂疯疯癫癫癫 被嘲访没有文化 央视直接下场力挺 一场采访 全红缠狠狠狠打脸跌位记者 全红缠 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拿了两块金牌 就在大家为小姑娘欢呼的时候 突然蹦出来个叫朱小龙的记者 竟然用疯疯癫癫和白痴似的这样的词形容她 这事儿闹大了 朱小龙在各种社交平台上被网友们的评论刷屏了 全是些火辣辣的留言 网友们可不是好惹的 有人直接开炮说哥们儿 你的文字功底 估计语文老师看了都要心疼 不过 大家都很关心全红缠的感受 都在呼吁朱小龙应该公开道歉 给这位小选手一个交代 随后 朱记者所属的南方报业终于出来发了声明 表示会对朱某的不当行为进行处罚 当大家都以为这个麻烦快要结束的时候 又有一位张律师突然跳了出来 但他不是来帮忙解决问题的 反而像是在火上加油 张律师支持朱小龙 说他的行为是好心却做了坏事 还提到了国家的体育制度 意思是培养运动员很不容易 他们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他的这些言论 一下子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 眼看着舆论愈演愈烈 停台见状 迅速采取行动 朱小龙的微博账号遭到了处理 张律师的评论权限也被关闭了 平台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禁言套餐 急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他们都不能在微博上发言 这样一来 事件中的主要角色暂时安静了下来 但网友们对于此事的讨论热度依然非常高 就在大火气嘴巴舌的时候 全红缠亲自站了出来 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小姑娘的模样镇定自若 说话有条不完 那股成熟和责任感 让人心生敬佩 他直言我虽然得了金牌 心里其实没那么开心 因为想起了队友们的努力 还分享了训练的不一活 面对批评时的困扰 这话一说出来 网友们的心都被感动了 纷纷为他点赞产宝 你是最好的 朱记者看样子怂了 面对大家的批评 他直接删了社交账号 不敢出来认错 相反 张力士被封了嘴 但他的坚持没变 还是在网上说自己的想法 为自己辩解 这是挺让人觉得好笑又无奈的 这是而归根结底 就是尊重和理解嘛 运动员为了国家的荣誉 撒了多少汗水和泪水 咱们这些看热闹的 可能体会不到那份辛苦 但起码得给点尊重和理解吧 全红缠这个小姑娘 年纪轻轻却有一股自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让人敬佩 不管训练有多辛苦 遇到多大的困难 他都不曾后退一步 他明白 那枚金牌不仅仅是自己的荣誉 更是国家和整个民族的骄傲 他的这种精神 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 央视为全红缠发生了 奥运冠军全红缠之前被人抹黑 称其是BC家疯疯癫癫 央视看不下去了 果断发布了全红缠和陈玉希的相关采访 二人讲述了夺冠背后的艰辛和诸多内心感受 让大家看到了夺冠背后的诸多不易 以认识到全红缠不是网络上所说的 没有文化只会跳水的小姑娘 全红缠和陈玉希这一对双子星相爱相杀 在这个时代只能有一个冠军 让大家感慨陈玉希升不逢时 而全红缠格局很大 他并不是说一定要夺冠 而是只要这块金牌只能属于中国 也就是说 全红缠和陈玉希从始至终都不是互相竞争的关系 二人在为国争光 在捍卫中国跳水在世界上的荣誉 虽然作为运动员在文化上有所欠缺 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训练 可常年累月在公众视野中浸泡 还是让全红缠成长了不少 他对得失看的并不重要 即使被大家是做事天才也根本不敢松险 甚至在面对自己并不太擅长的207C上 还是会出现很多恐惧 全红缠到了发育观 才感觉有一些力不从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更加理解他的好伙伴陈玉希 从内心来说两个人的心更加接近 因为他们有相似的压力 都知道跳水更新换代很快 很少有人能够在超过20岁的年纪 还是长盛将军 而陈玉希也不在乎被说是万年老二 19岁抓紧时间跟上学业 就读同济大学深造自己 虽然年纪轻轻对未来已经很有规划了 明白跳水不是他的全部 还有很多人生精彩的东西值得去探索 可见成为奥运冠军 不只是在专业技能上有深究 其实都是很有想法的年轻人 之前记者的BC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这不仅伤害了全红尘本人 也伤害了万千靠自己打拼的普通人 不管是全红尘还是陈玉希 除了个人荣誉外 也为国争光 就冲这个 作为记者你在采访时 或者在谈到冠军们时 起码你在言语上最起码的礼貌客气 还是要有 因为他们哪有做得那么差 全红尘在遭言语攻击 力士力挺住小龙 舆论对立 风波未平 全文如下 言论风暴席卷体谈奥运冠军 遭遇言语攻击 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 然而 当谈及公众人物时 我们更需要谨慎和责任 近日 17岁奥运冠军权红尘遭言语攻击 引发轩然大波 这背后折射出的 正是我们对言论自由的认知边界 喧嚣四起多方发声 一声疯疯癫癫和白开 南方日报记者朱某轻描淡写的言论 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引爆了网络舆论 一时间 全红尘的名字在社交平台上高居热搜宝 支持者与批评者们你争我夺 场面一度失控 支持者认为 朱记者只是忠言逆耳 关心全红尘未来的发展 而批评者却认为 这番言论太过伤人 完全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 复旦大学张教授知名律师张新年等纷纷站出来力挺住记者 呼吁大家要理解他的用意 然而 网友们仍怒不可了 这孩子才多大 就遭这罪 心疼 关注背后问题 这起事件的矛盾核心 其实是公众人物的言行能力与社会责任 我们固然要捍卫言论自由 但也要明白 每个人说出的话都可能改变别人的生活轨迹 对于职业记者而言 观点表达更需谨慎 因为他们代表着权威声音 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 诸记者这番不当言论 无疑给全红禅带来了不小的伤害 但我们也要问 是否只要妈妈咧咧就能解决问题 作为公众人物 他们理应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张教授等大V的力挺 固然出于善意 但恐怕难以消弭全红禅及其支持者的不满 究其根本 这场风波折射出的 正是当下我国社会对公众人物言行边界的认知差异 我们期望他们言行端正 为社会树立正面榜样 但同时也应该理解 他们也是普通人 难免会犯错 重要的是 我们要共同努力 让言论自由成为一种负责任的行为 让公众人物的影响力 为社会注入这能量 未来可期珍惜当下 全红禅 一个17岁的年孩 已经摘得两枚奥运金牌 这无疑是他这个年纪难能可贵的成就 凝结了他多年来辛勤努力的结果 但我们不能忘记 他毕竟还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女 需要我们的关爱与支持 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空间 让他专心于训练 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 同时 我们也要教育那些键盘侠 懂得尊重他人 不要让自己的无心之言 伤害了别人的感情 未来可期 但当下更宝贵 让我们一起为全红禅加油 为这个17岁的冠军女孩撑腰 让他安心追逐梦想 与此同时 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时刻谨慎自己的言论 用爱心和同理心对待他人 为这个社会注入正能量 毕竟 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每个人的言行都在前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世界 以下为续写部分 言论自由有度 则任需担当 这场围绕全红禅的舆论风波 无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有人呼吁要捍卫言论自由 有人则认为应该为公众人物的言行负责 事实上 这背后折射出的 正是我们对言论自由边界的认知差异 从著记者的疯疯癫癫和白开言论看 他显然是过于草率了 作为一名资深记者 理当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然而 我们也要理解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强大的社交媒体影响力 使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网红 这种一言一行 皆可能成为头条的环境 无疑给公众人物带来了巨大压力 再看那些键盘侠们的言论 更是让人扼腕 无论是对全红禅的侮辱性语言 还是对著记者的人声攻击 都已经严重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边界 我们固然要维护好这一基本权利 但同时也要明白 言论自由并非法外之地 它需要有自律和责任的约束 近年来 针对公众人物的网络暴力事件屡见不鲜 有人认为 只要是公众人物 就应该对各种言论免疫 但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每个人的尊严都应该受到尊重 不应因为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有所区别 相比之下 作为专业人士的记者 他们更应该以身作则 为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诸记者这番失言 虽然引发了争议 但也让我们看到了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 我们需要在保护好这一基本权利的同时 也要培养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不然 不管是对全红蝉这样的奥运冠军 还是其他公众人物 都将在舆论狂风中飘摇不定 无法安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社会 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华 为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央视力挺全红蝉 全红蝉被攻击后手发声 攻击他的律师被处理了 全红蝉这位跳水小花旦 最近可谓是风波不断 先是遭遇网络恶评 又有知识精英朱某和张新年上线队人 说好的尊重呢 央视怒发冲冠 迅速放出采访视频 告诉你什么叫做真正的风范 网友们也不是吃素的 纷纷出来声援 把那些恶意的嘲讽和毫无根据的揣测打回原形 结果呢 朱某和张新年的社交账号喜提禁言 这下网友们只呼过瘾 在这个全民皆平的时代 还是要记得 每个努力奋斗的人都值得被尊重 全红蝉 我们支持你 继续为国争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